所以人间就像波涛一样 一浪接一浪 无始无终 人间的烦恼也是一浪接一浪 很多老妈妈老伯伯说 等我忙完了这个我就不忙了 忙完了这个孩子又忙那个 把孩子生出来说 党大了毕业了我就不忙了 毕业了又说我要帮孩子找工作 孩子工作也满意了 不行啊我还要帮他找老婆 老婆找好了不行啊 他八年了还没生出来 我还要替他求孩子 等到孩子求出来了的一个讨债鬼 天天还要受他的气 等到把孩子养大了 慢慢的自己老了 哎呀我终于可以退休了 没有想到这个时候 孙子又出来了 孙子又出来了 人哪年哪月能退休 你不把他放下 你永远在人间中轮回呀 很难轮得出来的 想象一下 这就叫轮回呀 如果我们把精力消耗在 为昨天发生的事情 和为明天即将发生的事情 担忧烦恼 我们就天天活得不耐烦 天天活着很苦恼 我们一定要活在当下 我们不要错过生命中 最现实的实修和解脱 那就是现在 现在就修 现在就给我醒过来 现在就迷惑 把迷惑颠倒去除 知道人生就是一场梦 快赶快醒过来吧 真实就在我们的眼前 想听听菩萨怎么讲话的吗 菩萨说 人应该快快乐乐地活在当下 因为我们拥有的只有当下 赶快停止追逐人间的福报 才能快乐地拥有当下 才能真正地回到 观世音菩萨的怀抱 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吗 观地菩萨说的 感恩观地菩萨 慈悲呀 学佛人要懂啊 佛不远人啊 而人远佛呀 菩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他看得见我们 而我们看不见他呀 佛是星座 我们的心就是佛呀 所以这个人迷惑颠倒 看不清这个世界的人 这个世界的人叫迷人 修阴带果 也就是说 这个人迷惑的人 我为了这个阴 我才去修这个果 菩萨你保佑我 让我能够以后发财啊 你为了发财去修这个阴 所以你是一个迷惑的人 而悟人了无心相 就是开悟的人 他的心和他的本性和本心的相 他完全是棒的下 他了悟了 他没有自心 所以他没有一种追求去求的一种心 他会得到更多的回报 所以迷人之物 一个人如果迷惑 他就会执着于某一件事物和一件事情 这是我的 我是会长 我是什么什么 他永远放不下 台长说个笑话吧 在我们澳大利亚会长多得不得了啊 在马路上 在他人街 你随便冲着马路上叫一句 会长啊 十几个人都回过来 记住了 迷人执着于这个事物 认为这是我的 叫守我为己 物人般若 一个开悟的人 他有般若智慧 应用现前 也就是说 他所有学佛的东西 都用在了现实生活当中 这就是太虚大师说的 你想做一个菩萨 先把人做好 人成 基佛成 有一个年轻人 在自行车店里 学做徒弟 一天 一个人送来 帘子 就是自行车的帘 就是 这个 叫什么帘啊 车车链 多了一截的自行车 年轻人很快地 把它敲掉 把它修好了 将帘子擦拭一心 把自行车 再帮人家擦得干干净净 这个人 做完之后 其他的人都笑他 哎呦 你这个人 真的是多此一举 你帮他修完了 你就让他 拿走不得了吗 你帮他擦得这么 干干净净干嘛 没想到 车主第二天 把车子 拿了回去之后 第三天 就把这个年轻人 挖到了车主的公司里 去上班了 师父告诉大家 哦 原来人 要想获得一个好的机会 就这么简单啊 勤劳一点 就可以了 在这个世界上 勤劳是消除 懈怠最好的良药 勤劳的人 能够让好的机会 接近你 远离烦恼 想一想 我们这几天 多少义工 笑脸相迎 笑脸相送 端着饭给你 法喜充满的 忙前忙后 几万人啊 他们付出了多少 但是得到的是 多少人对他们的赞叹 他们的运程 就会转好 菩萨 菩萨都在赞叹 他们 互把神都上了 他们的身了 想一想 他们是不是 勤劳 换来了机会 所以 勤劳的人 因为当一个人 耕耘的时候 你不要去想收获 这个时候 收获一定会来 如果一个人 整天在耕耘的时候 就想着收获 收获远离他 所以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这就是 学佛人的智慧啊 很多人 学佛 做人 只盯着目标 慢慢会变得盲目起来 就犹如很多学佛人 就知道 求自己的事情 慢慢不知道 学佛是为什么 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修心到底为什么 所以不能求自己太多 要懂得修心 到底为什么 什么事情 先要把自己的心稳住 一步一个脚印的 朝着目标去走 而不是盯着自己 眼前的目标 有一个我们的佛友 他本来身上有癌症 但是呢 他不知道 就是关节经常有些疼痛 结果台长跟他说 你好好念经 以后身上很多病 都会好起来的 结果他拼命的念经 结果拼命的念经之后 关节还是疼痛 没想到癌症好了 这是什么 你不求 如果他说 我今天念小房子 我求 哎呀保佑我关节好 可能 他的癌症就复发了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一切靠菩萨 我感谢您的疼痛 我感谢您的疼痛